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敬观是对贪欲的烦恼 持心观是对质称慧 接着就对质愚痴 所以这个贪称痴叫什么? 三不善根 所以你可以在贪欲 不敬观下面那一行贪欲上面写一个三不善根 就是对下来一直到因缘观的愚痴 贪称痴可以把它圈起来贪欲 然后阿拉伯数字二的称慧 阿拉伯数字三的愚痴 这三个不是三不善根吗? 那么三不善根可以用 这几种观来对质嘛 那另外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对质呢? 就是三不善根 有没有? 在百把名门论还有成为师论都有提到吗? 是不是?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面的资料 导师佛法概论的第八章 佛法的心理观这边 有提到心跟心所 心就是指心王 心所就是伴随着心王的这些 种种种的所谓的心所 那么这个心所又分善跟恶 有没有善心所有几个? 有十一个吗? 那恶心所有几个? 根本烦恼是六个吗? 谁烦恼呢? 二十个是不是? 二十加六就是二十六个 叫恶心所 那不管善心所或是恶心所呢? 它也是蛮复杂的 那这些心所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两组 第一组叫三善根 第二组叫三不善根 那这边就先介绍三不善根 就贪嗔痴嘛 那贪是什么? 就是爱着 就是一种执着 染着嘛 有没有? 对于什么样的染着? 对于自身还有境界 有没有? 所以叫做自体爱跟境界爱 主要是这两个 那么接着 称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称心 称心所 那就是有一个对象让你起称心嘛 有没有? 你要有个称的对象 那贪也是要有一个对象 但是贪 如果没有对象的话 就是自己 以自己为对象 贪着的对象 那称是什么意思? 就是对别人 对他人不能关切 不能容忍的一种敌视 一种敌意啊 所以这样子的定义也是 也是很好 不能关切 不能容忍 那一般像白法 还有成为思论 都有各自的定义 那吃呢? 吃的话就是一种 不清楚迷糊的一种状况 一种迷迷糊糊 然后疑惑颠倒的状况 那对于什么迷糊? 对于什么疑惑颠倒呢? 对于事跟理啊 一切的事跟理 这种浓昧或者疑惑或者颠倒 好 好 那这个三不善根 其实它是比较维系啦 那 从这个维系的三不善根 展开 就是 成为粗显的 让人家可以看得到或感受得到的 那就是贪嗔痴痴等等这些相关的烦恼心所嘛 有没有像贪 也有一些相关的心所 那称也是嘛 愤啊 恨啊 老啊 害啊 等等 吃 那另外一种 分类的方式就是叫 事无忌根 为什么要用事无忌根来分类? 因为到了欲界以上 只是色界跟无色界 它就没有称的嘛 是不是? 就是上恶界 色界跟无色界就只有 就是它要扣掉这个 排除掉这个称心所 所以这个事无忌根又是另外一种分类 叫做我贱我爱我慢我吃 有没有? 那我贱不就是吃吗? 我爱就是贪嘛 我慢就跟撑有关 然后我吃就是无忌 用这四个来分类也可以啦 无忌 贱、爱、慢、无忌 这样子 所以吃的这一类就是无忌跟贱 我贱 那贱就是爱嘛 我爱 那么撑就我慢 其实这个慢也是有一些贱的成分嘛 那最根本还是无名嘛 那跟三不善根相反的就是善根的嘛 是不是? 就是无忌无忌 就是无忌无忌 那这个三不 三善根也是 比较维系 那也可以开展出 比较明显的一个善根出来 那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 我们来发展 无忌无忌无痴 这个三种善根的心所 它可以怎么样 成为 般若 慈悲跟三昧 有没有 阿恩经不是讲 离贪固心解脱吗 离无名固 就是离痴 什么得解脱 会解脱嘛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印象 离贪 心就是定嘛 定解脱 有没有 所以这个无忌跟定有关 好 那 那这边还有一份资料 就是把这个三善根 跟 学佛三药 还有 人的三种特性 还有这个 三学六度 跟受想师的关系 做一个整理 比如说这边就有提到吗 这边提到 菩提心的部分 菩提心在 波尔经 他是怎么 怎么讲 就是一切自至相应周易 这个是菩提心 那这个菩提心是菩萨道 菩萨行的一个 所谓的愿嘛 或者志向 那一般人呢 他是要发什么愿 所以说一般人他心里面所 所经常在思考的是什么 是哪些事情 大概就是生活上的一些欲望嘛 五一六成嘛 所以凡夫通常他的所谓的 心里面所想的 所要的 他这些 他这些 所做所谓的方向 目标呢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然后做一种 无限制的一种追求 那么二圣呢 二圣人就是 他可以要修界定慧嘛 那 也是比较偏向于自己的解脱嘛 偏向自立啊 偏向于为自己啊 因为他只要 只要自己 但烦恼了生死比较重要嘛 所以这边就提到 无贪得心解脱 或者无痴得慧解脱 那这样就得解脱了啦 那也是偏向自己嘛 自立的部分 利益自己的部分 那么大圣的菩萨呢 他要发菩提心 那这样子的菩提心是 以什么做一个基础 就是大悲心嘛 跟空振剑 就是慈悲跟智慧都要具足啊 所以 由这边就可以看出 凡夫二圣跟大圣的一种 对目标 对于这个方向 对于 志愿 的一种差别 那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 要圆满这三心 菩提心 大悲心跟空振剑嘛 或者叫一切自至相应作义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有没有 菩提心是不是有这些经文 那这些要圆满 就 怎么样来圆满呢 以这个六菩提心来圆满 所以 菩萨要修六波罗蜜 那当然是以波罗为先导嘛 五度鲁莽 波罗为领导 所以 这样子的六波罗蜜是 以三心 所谓的大圣三心 作为一个出发点 那最后也是圆满这三心啊 圆满菩提心 大悲心跟空振剑嘛 这叫归结于三心 所以就整个菩萨行 菩萨道的过程来说 有没有 菩提心的部分 还有大悲心的部分 还有空振剑 无所得的部分呢 这样子如果对应于三善根的话 然后 菩提心就是 无滩这个善根 大悲心呢 就是无成这个善根 空振剑呢 无所得为方便 就是无持这个善根 这样子 就是说用这三善根 来 来发展 就是 发展这个 大圣三心 那就可以 圆满这个大圣三心 所以 这边 还有提到 好 离滩故心解脱 所以 心解脱就是 定解脱嘛 所以你光是无滩 无滩的意思不是说 没有滩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心所 无滩的这个心所 他可以 对峙瘫 他有这个力量去对峙这个瘫 瘫的烦恼 瘫的心所 那么进一步呢 可以引发 我们这些 比较我们从消极跟积极面来看 消极的就是对峙瘫嘛 那积极的话 他可以 引申 引申出其他的 这些善的功德 所以说可以推动我们去 修这些善法 好 所以 这边就有提到嘛 要以无痴的这个善根 来圆满智慧嘛 要以无痰的这个善根 来成就禅定 清净的禅定 要以无痴的这个善根 来成就这个大悲心 好 这个给大家参考 所以 这个在后面 大制度论 卷41 第八品 卷学品也有提到 何等善根故 不多恶道 贫贱 及身闻辟之佛 亦不多定 那答曰 行不贪的善根故 爱等诸结识 衰薄 深入禅定 有没有 那如果是行不称的善根 就是无称嘛 那么称等等这些烦恼 就会比较 比较减弱了嘛 就可以成就慈悲 如果发展这个无痴的善根呢 这个无名等等这些烦恼 也会更加的薄弱 就可以成就般若般若命 所以它也是一样 无贪对禅定 无称对慈悲 无痴对般若 如是禅定 慈悲 般若不密 利固 无事不得 何况 事事 就是不多恶道 贫贱 不多恶圣 乃至不多顶 顶应该是 三界顶嘛 三界顶嘛 就是等于是不多三 再不多 不多色界 无色界 色 不多欲界色界跟无色界 其实玉界也有顶天嘛 有没有 玉界的顶天是哪一天 它画自在天嘛 有没有 那色界的顶天就是四禅天嘛 四禅天又分九 九成九种天 也有它的顶天 有没有 五境 可能是五境居天 这边嘛 然后 无色界的顶天 那就飞翔 飞翔出天嘛 是不是 就是不多 等于是不多 这个 三界 不多三界 可以超越三界 可以超越三界 先有这个概念啦 因为 这边讲到对峙西坛嘛 那 一般来讲 就是以五庭心观 当中的不敬观 来对峙 坛 慈心观 来对峙 那还有什么 多藏众生 念佛观 是不是 还有 多 就是 散乱的众生 就是属习观嘛 或者是慢心比较重的话 好像也可以用 多 就是 散乱的众生 界分别观 界分别观 有没有 也有一种叫界分别观 六界分别观 六界分别观 好 那我们看 因缘观这边怎么讲 因缘观法 于于斯并中 名为善对峙法 就是比较善巧的一种对峙 那对于前面的贪 还有称呢 那就不明为善巧 有没有 对于贪跟称就不是他的对峙法 有没有 叫他说要修这个不敬观 那有个 有个人他的职业是 是在这个 就是 在坟墓堆那边工作 他叫他属习观 那可能比较不相应嘛 打铁的话 那用属习观就比较相应 那如果在火葬场啊 或者坟墓堆那边工作的话 那修不敬观不是比较方便吗 是不是 所以要引导众生修哪一个法门 这个也是要观众生的一个情况 不是你觉得这个法门 哎 你觉得很好 或者你相应 那就 就拼命的介绍给 给所有的人要来修 也不一定是这样嘛 所以 有八万四千法门 对 对峙这个八万四千烦恼 因为烦恼无量 所以法门也是无量 好 好 这边提到 所以者和先邪关故三邪见 邪见即是鱼痴 就是说他这个鱼痴怎么来的 就是有 不正见 是邪见 那这个邪见又是怎么来的 就是来自于邪的观察或者观照 或者邪的思维啊 不正思维嘛 因为你要形成一个见地或见解 之前你要先经过一番的思考嘛 一番的观察跟抉择啊 是不是 所以邪的观察抉择 那就会产生邪的知见 那正确的思维观察抉择才能产生正见嘛 所以 邪知邪见就是鱼痴啦 就是说这个鱼痴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而是一种错误的知道 那个知道是错误的 不是什么都不了解 而是说那个了解是错误的 问曰如佛法中说十二因缘圣生 如说 这边就引一段经文 佛告阿难是因缘法圣生 难见难解难觉难观 细心巧会人哪能解 就是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 明明这个因缘法那么深 他就已经愚痴了 愚痴人于浅静法上游难解 何况甚深因缘 你说要对峙这个愚痴 那这个愚痴人对于浅的法 那可能也是不好理解吧 何况因缘法 因缘观当中的这个因缘法 那么深呢 今云何言愚痴人因观因缘法 那荣述佛法就回答 愚痴人者非未如牛羊等愚痴 这边讲的愚痴人不是像 像牛或者像羊啊 像猪啊像狗那样子的愚痴啊 是说这个人他还是想要修行 想要追求解脱嘛 但是因为他就是不正确的思维 而产生种种的邪知邪见 所以这样的愚痴人应该 教他来观察或者观照因缘 这样子才是善巧的对峙法 那另外前面两种情况嘛 称惠人或者淫欲人 这个称心比较重或者贪 贪爱心 染爱心比较重的 他追求的是热 或者是称惠人 有时候会让别人起烦恼 会脑害众生 与此人中非善非对峙法 那对于贪跟称的这些修行人来讲 那么这个因缘观就不一定适合他们了 就不是善巧 不是能够对峙贪跟称 不敬观 持心观 那对于贪 淫欲人跟称惠人才是善巧 才是比较有力量的对峙法 会以故 是恶观 就是不敬观 持心观嘛 人法称惠 贪欲 独次故 所以 你说 刚刚讲的这个三善根 也是可以对峙这个三不善根嘛 就是说 我们在修不敬观 那就培养这个 修不敬观的同时 是不是可以同时来培养无贪的这个善根 那么修慈心观 也同时培养这个无称的善根 这样可能力量会 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嘛 接着第四种是无常观 那么这个无常观跟 二十一页的苦观无我观 那可以看作一组 无常苦 无我 还有什么 还有空嘛 是不是 无常苦 空 无我不是一组吗 有没有 阿罕经的前四部经 不是就在讲这个 它是先观什么 先观无常 有没有 色无常 有没有 色无常 受想行事 无常 这是阿罕经的第一部经嘛 那么阿罕经的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呢 它是讲什么 苦 空跟无我嘛 有没有 苦 空 无我 亦复如是 这是跟第一经一样 这样子来观察 你也一样要观五蕴 是苦 五蕴是无我 然后五蕴是空 这样子 所以四跟五 可以看 可以一并着看 有没有 二十一页这边五 阿拉伯数字的五 底下怎么写 一切有为法 无常苦 无我等 一无是嘛 所以你可以在等的上面写一个空 其实加上一个不敬也可以啦 空跟不敬 不是要观 观身不敬吗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所以 不敬 苦 无常无我 也是一组 或者 无常苦共无我 也可以看作一组 这样子 不是有四颠倒吗 把这个常热我进 应该是无常的 把它观成常 应该是无我 把它认为有我 应该是苦 你把它认为是热 应该是不敬 你认为是敬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无常观怎么说 不是着常颠倒众生不知诸法 相似相续有 所以他认为是 应该是无常嘛 因为他怎么认为是常呢 那这个相似相续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不常不断吗 有没有 就是说这个 不常就是无常嘛 无常 所以他会变化 所以是相似 然后又不断 他不是断面啊 所以他又是相续 其实就指不常不断的意思 或者这个相似相续就是 一种 他指的是无常 有没有 他前面不是讲灼常颠倒吗 不知诸法 相似相续有 那这个相似相续有的上面 你就写一个无常 就很清楚 就比较清楚了 这样了解吗 不是对常颠倒 那如果不颠倒不就是无常 才是算不颠倒吗 所以相似相续有 他其实指的是无常啊 那如果以这个八部来看 也可以叫不常不断 好 如是人观这个法相的无常 是对字细谈 非地亦西谈 可以故一切诸法自信空故 如说既言 无常见有常 是名为颠倒 这世间相应该是无常啊 你把它当作常 这不是一种颠倒 但是在必进空当中 它也没有无常也没有常啊 所以当作无无常合住见有常 就是说 以无常来 退至这个常的执着 但是你如果 要执着一个无常呢 那也不对啊 是不是 那就用这个必进空来 来对置这个无常啊 那么必进空当中 也没有这个 实在的无常啊 就是也没有无常的一个自信 那既然无常的自信没有 那么长的自信也是不可得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应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中论的哪一品 观颠倒品 观颠倒品 观颠倒品就有 第几品 23 那第23品的第几个既送呢 第13个既送 跟第14个既送 所以你可以在 角度85 有没有 它不是提到卷4 23观颠倒品的下面 写一个23之13 23 23 23之14 那你将来在看中论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找 把这两个既送找出来 那这两个既送跟 龙树菩萨这个大制度论所引的 还是 有些不太一样 还是中论比较完整啊 大家可以看上面哦 于无常着常 是则明颠倒 空中无有常 何处有常倒 若于无常中 着无常非倒 空中无无常何有非颠倒 就是说 声闻的学者 他通常会 认为 一般凡夫所执着的 常热我禁是 错误是颠倒嘛 那么 对应于 常热我禁的 无常苦 无我跟不禁 他认为才是不颠倒 他认为有一个实在的 无常苦 无我跟不禁 那其实 不管是 不管是常热我禁 或者是无常苦 无我 不禁 都是无自信的 都是无自信 都 就是说 没有一个实在的 无常苦 没有一个实在的 常热我禁 那自然 那自然也就没有一个实在的 无常苦 无我跟不禁 这样子 这样子 有没有 先解释 第十三个祭颂的 第一句 假使有 无常 无我苦不禁 实在的实在的自信 那么 就可以说 就是说 就是说 无我苦不禁 有这样的实在的自信的话 那么 相对的 也就会有 也就会有常热我禁的 这个自信 就是说 你要 以这个 有自信的前提 才能够成立这个颠倒 如果他都无自信的 都毕竟空 那 那怎么是颠倒呢 他就 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二圣人所认为的颠倒 那其实 这样子的颠倒 也是无自信 那二圣人 所认为的不颠倒 也是无自信 意思就是这样 正确的来观察 在毕竟空当中 没有这个无常苦 无我不禁的 真实自信 那既然没有他的真实自信 那你所谓的颠倒 或者非颠倒就没有了 就是颠倒跟非颠倒 都是 随着因缘 它会随着因缘而变化 都是不可得的 颠倒与非颠倒 都是缘起的假命 那么在 毕竟空当中 是不可得 没有这个差别 好 这个可以慢慢的来 了解 来观察 好 我们看21页 问曰一切有为法 皆无常相应 那 这样子跟无常相应 才对啊 才是第一地吗 才是第一地 是不是 云何言无常非实呢 所以则一切有为法 都有生住灭相 那这个次地呢 就是先生 接着住 最后灭 那你为什么说无常 不实在呢 无常这个颠倒不实在呢 有没有 金刚经不是讲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吗 如路易如电 那不就是一种无常 他约有为法不应有三相 应该是 他是有三相啊 但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三相啊 你说这个三相是实在的 那也不对啊 那你如果说三相是 缘起的三相 缘起有的三相 那是可以吗 何以故三相不实故 就是这个生住灭 这三种有为法的相呢 就是有为法要有一个特征嘛 有一个相貌 就是有为法 就是有为法 你凭什么说它是有为法 它就是会有生住一灭啊 会有这些变化 一般我们就称作生住灭 或者叫生灭 但是你把这个生住灭当实在的 那就不对了 如果诸法生住灭是有为相者 经这个生住灭当中的生 那应该有三相啊 生是有为相顾 如是一一处亦应有三相 四者无穷 祝灭也是同样的情况 他这个就是在来品 中论的来品 观三相品第七 是不是 第七的 第几个祭颂 第一个祭颂嘛 第一个祭颂怎么说 若生是有为 若生是有为 则应有三相 若生是无为 和民有为相 有没有 就是说 他就先破生啊 那生既然他的自性破了 那祭颂也是一样嘛 所以可以在 观三相品这边 你可以大概写一下 注明一下 达约的那个下面 你可以写一个观三相品第七 然后写一个七之一 这是第七品的第一个祭颂 若诸生住灭 各更无有生住灭 那假设 这个作为有为法的这个特征的 这三相 没有了 他本身没有生住灭 那他不是 就不能称作有为法了 是不是 非故有为法 相无故 以至故 以至故诸法无常 非第一亿 非第一亿 所以就是要看这个中论 会更清楚嘛 有没有 这边有提到 假设定说 就像有部 所谓是有部讲的 生住灭是有为 那么这个生住灭的本身 这个生本身有生住灭 这个住也是本身要有生住灭 他才是有为相 这个灭也是本身要有生住灭 那 这个生住灭 他的生住灭 又要有生住灭 那不是没完没了 有没有 一直往上推嘛 生 他要有生住灭 他的生 又要有生住灭 那不就是一种无穷过吗 那假设定说 就像分别论者 就是部派当中的这个 分别论者 有个分别熟悉嘛 有这样子的部派 他认为生住灭是无为 那无为法是不生不灭 那你这个不生不灭的生或住或灭 那怎么可以 能为有为法做相呢 就是怎么可以 可以用作来 用作有为法的这个特征或相貌 那三项应该怎么看 这三项 有为法的生住灭 应该是 来怎么样来观察 如幻亦如梦 如甘大破诚 所说生住灭 其相亦如是 幻梦 就是说用这些比喻来表示说 看起来是有 实际上是没有 看起来 这个幻 在梦境当中 你也认为是有 幻 这个变魔术 变出来东西你也认为是有 我啊 前大破诚也是 那这些比喻都是比喻无常 无我 这是一分声闻学者的意见 他认为这只是用幻梦 甘大破诚来比喻他的无常或无我 而不是用来说他比喻他的空 其实是 以中论的立场 是用这个来形容他的 缘起无自性空 这样子 所以大家 大家记住这两句话 世俗是缘起假明有 那么圣意呢 是必进空 世俗是假明有 如幻有 缘起有 那么圣意地呢 是无自性 是必进空 这样子 所以 所以 假明的话 他就 随着因缘来变化嘛 即生即楚即灭 就是说他 他那个因缘是 是住 他就住 因缘他灭 就灭 因缘生他就生 就随因缘要变化 不是有一个实在的身 实在的住 实在的灭 在那边 嗯 不自若一切实性无常 则无行业果报 那怎么来了解 实性无常呢 就是说 有一个实在的无常 实性无常 这四个字就是表示说 有一个实在的无常 有一个实在的无常 他用这个 他用这个 有时候 不太好理解 又是实性 又是无常 因为实性应该不会变啊 但是无常是会变啊 是不是 所以把实性跟无常 就是 并列在一起 其实就是说 它就是指这个无常 它是一个 实在的 有一个实在的无常 在那边 那这个有一个实在的无常的话 它是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断灭见嘛 断见嘛 那既然是断见的话 那就是 无行业果报 就是 因果业报 就 就都没有了 何以固 实在的无常 明生灭失故 所以你在何以固的后面 要加一个实在的 这三个字 然后 然后这样子的实在的无常 才是 它这个 因缘果报的生灭 才会 不存在嘛 譬如 譬如浮种子 不生果 如是则无行业 那 就拿这个 腐烂的种子 那 种子都腐烂了 它怎么 它怎么 就没办法再 再生长嘛 没办法生长 这个 发芽啦 或者生长它的枝干 那更是没办法生起这个果实嘛 如是则无行业 无行业 云何有果 云何有果报呢 今一切贤圣法有果报 善智之人所可信受 不应也无 就是说 贤圣法就指佛法嘛 佛法当中也 没有否认这个因缘果报 是不是 这个世间的政见 不是就有 所谓的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吗 这些 有前后生嘛 然后有凡夫有圣人啊 以事故诸法非无常性 就是说 一切法 它 没有一个实在的无常 所以你在那个 非的后面加上一个实在的 那就很清楚了 不是没有 没有这个 缘起的无常 它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无常 如是等无量因缘说 不得圆诸法无常性 这样子 这样子 就是说 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 不自信缘其有嘛 都是因缘生 因缘灭 所以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诸法有一个实在的无常 或者是说 你在那个无常性的前面 缘加一个自信 不能说无常有一个自信 这样也可以嘛 是不是 这样子也可以理解 所以说 有自信的 就不对了 这要否认嘛 非无常自信 不得圆诸法无常 有自信 这样子 阿拉伯数字五 就 包括其他的嘛 苦无我 空 不尽 等等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是等相 名为对峙西坛 接着是第一西坛 好 我们继续上 我们还是稍微复习一下 这个般若元起二十一世 如果整个把它排列出来 大家可以发现到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 这个元起二十一世当中 有些是 比较偏向于智慧 智慧的部分 那有些是偏向于菩萨行 菩萨道的部分 那有些可能是偏向于 就是让众生生起这个信心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用颜色来大概区分一下 比如说 一 魏米乐等说菩萨行 有没有 这个是菩萨行嘛 那这个应该比较偏向于哪一个 广行嘛 身观跟广行当中的广行 是不是 菩萨行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 比较偏 偏向这一类啊 那如果第二 元起二十一世的第二呢 真义菩萨念佛三昧 有没有 所以这个念佛三昧的话 它 它其实是从 慢慢的从 神明念佛 然后观向念佛 观想念佛 一直到 所谓的十相念佛嘛 所以它似乎是比较 也是 因为它是三昧 其实这个跟智慧也是有关啊 所以可以归类在智慧的部分 那智慧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 用这个颜色 好 第三 第三四 受勤转于圣生法轮 有没有 出现这个圣生法 那就比较偏向于智慧嘛 欲断众生于 断于 智慧有关嘛 四法十相 拔出邪法 那诸法十相一定跟智慧有关啊 是不是 所以 二三四五 这是属于一类的 那么 六七八呢 六 断他共慢 寻说罪符 七 未令信受 字眼大师 有没有 是有个信 那宣说罪符 也是跟 跟这个 让众生起这个信心有关嘛 断除他的供高我慢 让他对于 这个 般若这个法有信心 好 把 令身欢喜 开葬自取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似乎也是跟 信有关 九 未断皆始 多大一亡 十断他邪见 十一 令入中道 十二 分别二身供养果报 这个都可以把它看作一类 智慧的部分 这个分别二身应该是有所谓的法身跟化身嘛 十三 十三说 匹伐志 或者阿匹伐志的像 那这个是菩萨的阶位嘛 那这个可能跟广大神有关 十四 欲说 魔幻 魔魏 魔士 十五 共法 因缘受三圣祭 这个似乎跟信心比较有关嘛 欲说第一 西坛相 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个四西坛 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第一西坛嘛 那这个也是跟智慧有关 所以十四十五可以看成同一组 其实这个模式可能跟 跟这个因缘或者是跟 跟智慧也是有一些关系 这个要看他的内容 好 十七 引大论师陷入佛法 有没有 就下 下一个 下一个部分就是引这个 长爪犯志嘛 就为大论师能够 对于佛法有所信 有生起这个信心 十八 诸法 欲说诸法十项 十九 欲说无真论处 有没有 无真 有无真三昧嘛 那个金刚经不是提到那个 无真三昧吗 是尊佛说 是尊佛说我得无真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吗 是第一 以阿罗汉 有没有 这段经文 二十 欲说非三法门 这个就是跟法门分别有关 有没有 就是三个三个一组 比如说善 惡 无济 这样一组嘛 这三个 那这个无真就是 它是两个两个一组 比如说常 无常 我 或者是 我 无我 等等 这应该是跟智慧有关 二十一 以义法门说诸法门 义法门的话 所以说这些诸法门 其实 从十九就是二法 然后二十是三法 然后二十一的话 那就是 四法 五法 六法 这样子一直增上去 就是 很多 很多类的法门 这样子 那这个应该都跟 法门分别跟智慧有关 所以大列可以这样子来统计一下 跟智慧有关的大概是 应该是十三 大概有十三项 那跟广行 菩萨道 慈悲有关的是 两 两项 然后跟性有关的是 六个 这个颜色有六个 有没有 大概是这样 那 为什么要跟大家 讲 讲 讲这件事 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把它列出来之后 然后再找出它的一个关键字 或者是它的一个着重点 那就可以看出 它到底是 它到底是 要 要来说明哪个部分 它到底是要说明 圣观呢 还是要说明广行呢 还是要 说明这个信愿 这样子 那假设你没有把它整个列出来的话 有时候 你就看不出来 是不是 你是不是 要把它整个列出来 才看得比较清楚 就像这个五上分解 跟五下分解一样 有没有 什么是五下分解 就是 欲界 下分就是欲界 上分就是上二界 那 五种 欲界所要断的烦恼 就是这五个 五种 色界 无色界所要断的烦恼 也可以整理出这五个 所以把它加总起来 是不是就是三界所要断的烦恼 就是这十个 你能够把这十个全部断 断干净 那就正如阿罗汉 是不是 就出三界 那这样把它 把它 并排在一起 就可以发现什么 发现它到底是 摊的比较多呢 还是 撑的比较多 还是吃的部分比较多 摊的部分 我们就用这个颜色 摊的部分就是 欲界也有摊 摊 色界也有摊 无色界也有摊 有这个烦恼 那色界跟无色界又加上 吊取跟慢 这个似乎跟摊也是有关嘛 就是说它是属于摊的这一类啦 吊取是散乱心嘛 那你 你为什么会散乱 就是你会想东西啊 特别会想那些你 你比较得意的啊 或者比较高兴的啊 是不是 慢 慢事物跟 跟撑跟摊都有关啊 那 这个撑呢 只有欲界有 有没有 到色界无色就没有没有撑啊 所以 相对来说 这个撑的烦恼 是不是比摊的烦恼更容易断 你到上二阶就没有撑了啊 那自然就断了啊 所以这个撑的 这个 由撑的烦恼所引发的 这些液 或者是 这些引发出来的 这些事情可能是蛮严重的 因为你一撑心你就要伤害别人啊 或者毁谤啊 或者是 杀身啊等等 是蛮严重的 但是似乎比贪还更容易断除嘛 那只要到 到色界跟无色界 用自然就没有了啊 那么 痴的部分呢 跟无明有关的部分 就是跟见有关的 就是身见 借境举见 还有这个疑烦恼 还有这个无明 所以 所以第一步是要 就是 如果要照次地来 应该是先断什么 不是 出果是要断什么 出果不是要断三结吗 就是断这三个啦 生见 借境举见跟余 只要能够 只要能够 破生见 就是 正我空啊 破这个我直 正我空 然后也断了 疑烦恼跟借境举见 那你就正出果了嘛 是不是 那进一步恶果 那怎么正恶果 就是搏贪嗔痴嘛 有没有 所以说让贪嗔痴 这个跟痴有关嘛 让这些烦恼 的力量更薄弱 那就正恶果 那要怎么正三果 那这五个烦恼都要断 有没有 这是欲戒的贪烦恼 欲戒的陈烦恼都要断 就正三果 那三果到四果要怎么怎么办 当然就上二戒的这个烦恼啊 就是说三果的阿那行果 要把 色滩 无色滩 还有调取的这个 这个烦恼 慢的烦恼 无明的烦恼断除 它就可以正四果 所以次第就是这样子嘛 先前面三个烦恼断除了 就正出果 然后进一步搏贪嗔痴 就正恶果 然后断五下分解 这五个就正三果 有没有 然后在断五上分解 就是色戒无色戒的 这五种烦恼 就正四果阿罗汉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 要整理出它的应该断的烦恼 其实就是要这样子把它 病着看 病着看 病在一起看 这样会更清楚 不然有时候你观看这个 到了这边又只有这五个 到了下一个阶段又五个 那你病在一起看 你就可以发现一些事情 确实是贪的烦恼比较多 在三界当中 这个贪爱 这个爱灼的烦恼 似乎是 比较麻烦的 这个底下有 一些说明 聚色论有没有 有没有提到吗 五下分解的这个 五种烦恼 所以说你纵使是断了 断了欲戒的撑 或者断了欲戒的贪 但是你还有这三个烦恼的话 你还是不能超 超出欲戒 有没有 从这边就说明 若有益生就凡夫 以不禁观破这个贪的烦恼 以慈悲观破这个撑的烦恼 那似乎 你破撑的烦恼就可以 升到三二戒 是不是出净律就出禅天 乃至 五色戒天 但是因为你这三戒没有破 你还是要回到欲戒 所以他就讲说 这个欲戒的贪烦恼跟欲戒的撑烦恼 就像手欲的欲卒 这样子 令渔夫益生 就是令凡夫 就不能超越欲戒 他就把你绑在欲戒里面 那么 身见、接近举见跟疑烦恼 这三个呢 就像巡逻的这些 就是在三戒当中 在欲戒当中巡逻的 然后他 他是 他是怎么巡逻 就是说看你有没有这个烦恼 你还有这三个烦恼 你就被人家抓住了 因为你有这三 三戒 这三种烦恼 他还是会把你拉下来 他还是会把你拉下来 当时你升到出禅天 他还是会把你拉回欲戒 他还是会把你拉回欲戒 可能会到欲戒天 或者是到人间 这样子 还将直笔复制于欲戒 所以欲戒系的烦恼虽多 主要是以这五个为主 就是三戒 就是三戒加上欲戒 加上欲戒 还有陈 加上这两种 叫做五 五顺 五顺下分戒 或者是五下分戒 顺就是顺义下分戒 就是说他可以滋润你在欲戒的生死 你之所以投身在欲戒 在人间是因为什么 就有这些 你假設没有这些 你就不在欲戒了 你有这样子的本事 能够把这五种分戒 全部断干净 那你就不需要生在欲戒 就在上二戒 社戒天以上 主产天以上 这样子 那五上分戒就是直 上分就是上戒 就是社戒跟五上分戒 无色戒是两戒 那也是一样 有这五种 主要这五种 有没有 色 色瘫 一个是无色瘫 那这边他是用色爱 或者无色爱 爱其实就是瘫 他瘫着什么 色戒还是有这个 微妙的 微妙的五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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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戒 那么无色戒有什么可以贪的 就是他的禅定 禅定是不是有禅定乐 他就贪着那个禅定 所以说你贪着色戒的禅定 那就叫色贪 贪着无色戒的禅定叫无色贪 或者叫色爱无色爱 那么这个调局呢 就是说心念的调动 就是 有可能会 退失禅定的那个烦恼 因为他那个 你要保持那个禅定的话 他要有 要有一些条件 是不是 你如果没有条件 或者是你心念 比较散乱 那就会退失禅定 可能由无色戒天 掉到色戒天 或者由色戒天 掉到玉戒天 那这个曼烦恼呢 就是四字零他 脚曼的烦恼 就是说 这个调也有二戒 这个曼也有二戒 就是说有色戒的调局 也有无色戒的调局 有色戒的曼烦恼 也有无色戒的曼烦恼 有色戒的无名烦恼 也有无色戒的无名烦恼 所以 三四五都各两个嘛 那不就六个 六个加上前面两个就八个 所以推然他是五 他虽然是写五 其实是 如果详细来讲 你看都各有 三四五都各有两个嘛 那不就八个 所以就是把它展开 大概有八种烦恼 如果依这个色戒跟无色戒 来区分的话 大概有八种 因为你摊就可以区分色戒跟无色戒 那你调局也是可以区分跟色戒跟无色戒嘛 也就是说 色戒无色戒它同样会有摊 三会有调 会有慢 会有无名 这样子 这四个烦恼 二戒都有 所以 四乘以二不就八吗 八种 大概就这样 好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 哇 那么 讲到这四种西坛 还有一个表格也是蛮重要 就是 如果我是讲义的话 是第十八页 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也是可以吗 我们直接看第十八页的 角柱 六十六下半部 这四半部不是有一个四锡二十吗 那这个二十是怎么 就是这两个吗 四锡皆十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唯圣意识 那应该是哪一个 所以说 从旧禁义来讲 应该是只有圣意地才 就是 低益西坦才是真实嘛 是不是 那么其他的都是 有所谓的相对真实跟 以前三个西坦是相对的真实 那第一西坦才是究竟的真实嘛 可以这样子来看 就是说 前三个西坦是相对的真实 那 第一西坦呢 是 绝对的真实 可以这么看嘛 所以 我们 在整理当中 我们就可以 这样子来整理嘛 有没有 我们就在四锡皆十的后面 是把它刮号一下 会更清楚 它所谓的十 就包括这两个嘛 一个是相对的十 一个是究竟的十 有没有 你把这个写下来是不是更清楚 二为圣意识呢 应该没什么问题嘛 圣意识就是究竟的真实嘛 是不是可以这样看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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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 就提到这四个吧 前三个是相对十 后一个是究竟十 那么为圣意识呢 那当然就属于究竟十 那当然就属于究竟十 这一条笔记 是不是更清楚 好 接着 往下 不是有个十有吗 所以 其实 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其实 四锡二十跟十有 它 它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其实 是同一个意思 有没有 四种 四种十有 那不就是四锡接十吗 四锡团中各有十有 其实就是 前三种就相对十 后一种就究竟十 那假设 十有 有二种的十有 那就是 就是照导师这样子的笔记 四锡各个十 另外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 就是地义究竟十 有没有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所要表达就是说 嗯 它都有一个存在的价值啊 它不是说 就完全 是地义锡团 有它的价值 其他没什么价值 所以说 这四种锡团都有它的价值 都有它的一个因缘性啊 所以说有些因缘它要用世界锡团 有些因缘它要用为人圣善锡团 那有些因缘要用对峙锡团 就看情况啊 看众生的状况 需要用哪一种锡团 它就用哪一种锡团 这样子 有没有 所以四锡各个史 其实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标识会更清楚 它就包括了相对时跟究竟时嘛 有没有 然后第一义锡团当然就是究竟时啊 这样子就更清楚 有没有 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导师的笔记 可以给我们一个 整理这些 内容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我们在导师的这个基础上 导师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啊 就像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 是不是可以 看得更高更远 那站在这些大德的这些整理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更加的去 怎么样 怎么讲 是不是可以让它更完整 所谓更完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部论的理解 对于这部论的理解 对于这部论的理解会更 更深更广 会更加深入 会更加深入 而且会更加 详尽 会更加周全 这个意思 所以为了更加完整的话 所以为了更加完整的话 自己就要做一些功课啊 是不是要加几个字 像加这几个字 不是就很清楚吗 那加这几个字 其实也要对于这些内容要有一些了解啦 否则你没办法加 是不是 你总要 总要清楚这个世西坛在讲些什么 是不是 那稍微有些理解 有些 算是通达了之后再来整理嘛 但是就很清楚 好 接着这个表就比较负载 这个表也是很好 因为它把整个世西坛全部排起来 从世界西坛开始排 世界西坛 它怎么去掌握世界西坛是什么含义呢 它就这么讲 那表是整理的 因缘有无别性 因缘有无别性 所以说它 它是 所以说它要描述的事情 它是 它要描述的这个法 它要跟众生介绍的这个法呢 它主要是因缘和合 才有的 那 没有别性就是无自性的意思 没有 没有其他实在的自性 所以你在这个别的后面其实可以这么加嘛 有没有 无别 自性 或者加上一个实自性是更清楚 没有说另外还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嘛 那怎么举例呢 那怎么举例呢 譬如车 也是要因缘和合而有车啊 譬如说人 也是五蕴 或六处或六戒所构成啊 要五蕴和合 也要六处和合 也要六戒和合才构成一个人嘛 不是像所谓的这个不存在的两个头或者三只手 因为这个世间正常的情况下不会这样啊 然后 这个世界西坦是什么呢 叫世间十相有 但是 实性则无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嗯 世界西坦的这个法 它在 世间 那是有啊 所以它用十相有来表达 但是实性无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世间十相有表示说世界西坦 有啊 有这个世界西坦的意思啦 那实性无就是无第一西坦的意思 所以你看上面的表 有没有 我在这个实性上面刮符一个第一西坦 然后呢 相对 这个第四个第一西坦后面呢 它是有一个世界五 它的意思就是说 有第一西坦的话 就没有所谓的世界西坦 或者是 它其实包括这另外两个啊 它就没有为人西坦 它也没有对峙西坦 有没有 所以你把这个 世界固五的那个世界后面加一个西坦 那是不是更清楚 那这个世界西坦其实包括 那为人对峙这两个啊 好 那我们看为人西坦 第二个西坦嘛 官人心形的未说法一 于一次中或听或不听 听就是 就是 许嘛 不听就是遮嘛 就是说有些它 诶 要遮止 它有些要听许 就是说有些情况下 佛陀会观机斗教嘛 有些情况下 它认为这个 这个人可以修这个法 有些人 不可以修这个法 这样子 或听或不听 其实就是遮或者 许的意思啊 许就是听嘛 听许 那遮呢 就是不听 就是遮止 经说是为 奇怪怎么 在这部经 说可以 在另外一部经说不可以 是不是 在这部经说有 在那边 在那部经说五 在那部经说五 有没有 底下就是举 举 破群纳经 跟上面还有一部经 两个讲法不一样啊 是不是 怎么去绘通呢 所以 所以 就经典的文字表 文字的表象上来说好像是 矛盾 互相乖伪矛盾 但是 他是 对于这个 对象本身 其实是 是可以的啦 是OK的啦 有没有 他的对象 就适合这样子的法 另外一个对象 因为每个人执着点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执着点不一样 佛陀为了破他的执着 诶 他就讲 讲 这样子的法 诶 破另外一个执着 就说另外一个法 这样子 所以 经说四 为 诶 四五 有种矛盾 随机则实 有没有 虽然 不同的经 诶 讲的不一样 但是 就 那个根气来讲 诶 是可以的 是合适的 所以 他这个随机则实的实 也是啊 所以说谁根气的 的不一样 诶 那你维仁西坛 的这个法 就 不一样 所以说他都有 各自存在的这个教旨 但是 归结到 真正的实性 第一地呢 诶 他是没有的 他就是一个 一个对比啊 就是说他要把 是属地跟 跟真地 属地跟真地 真地就是第一地嘛 他要做一个对局 这样就很清楚了 好 对峙西坛也是一样 不敬观 慈悲观 因缘观 这三种观 那包括 无常 苦空 无我 这四种观 是不是不一样 不敬观 不是慈悲观啊 那慈悲观 也不是因缘观嘛 就是各个 官法不一样 所以他说 法法不同 对质则实 所以说他可以达到 对质烦恼的目标 这样就对了啦 他这个死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 可以啦 他是可以的 但是第一地呢 第一地呢 第一西坛 那这边就是无啊 就是说 有 世界西坛 有 为人西坛 有对峙西坛 但是因为有前面三种西坛 他 他这个第一西坛就没有嘛 他这两个是 是怎么讲 一个是世俗有 一个是必进空啊 圣意是必进空嘛 那世俗是 随着缘起而有 好 好 最后一个第一西坛 有没有 你看 导师怎么科判 导师怎么做科判 就是说 导师怎么抓重点啊 他就是说 这一段的意思 他的重点是什么 一切法性 一切论意 一切是非 皆可破坏 他是表示什么意思 这是减非嘛 把这个不对的 简测出来 那对的呢 把它显发出来 叫做显示 有没有 显字这边又有分人跟法 是不是 因为人来看就是 三圣的圣者啊 三圣的圣人所行真实 遗诸过失不可便义 那就法来看呢 就是也是一样啊 从这个内容整理出来 语言道断 心形处面 心形处面 遍无所依 不释诸法 无初中厚 不进不换 这个在第几页 第21页到 第21页到 有没有 第21页这边讲 一切法性 一切法性 一切论义 你把一切法性的法性 圈起来 然后在旁边写一个什么 其实他讲的是自性啊 或者法相 因为有时候性跟相通啊 因为有时候性跟相通啊 但是 因为这个法性是跟这个排在一起 有没有 跟论义语言啊 跟是法非法 这个相对法排在一起 所以他就是 是特性 或者自性 的意思嘛 但是如果是跟 如实际排在一起 我们放到第19页 19页不是上面 不是有个答约吗 有没有 19页这边不是有问约答约 答约的这边第一行 不是有一个 如法性实际 这边是不是也出现一个法性 但是这个法性 又跟这个法性不一样啊 跟21页的这个法性是不是不一样 因为他后面的结论是一一可破 一一可分别破 跟散嘛 有没有 那个法相 或者自性 才可以 分别 才可以破 才可以 就是会 散坏的意思啊 那另外三圣圣者 佛 辟斯佛跟阿若瀚 他们所正得的那个境界呢 所行真实法 他是不可破不可散啊 那是为圣相应 那是诸法实相的境界啊 那当然是不可破坏的一个 一个境界嘛 所以这边就这样子把它区隔出来 一个是减肺 就是可破坏的部分 一个是显示 就是离诸过失不可变异的那个部分 还有语言道断心情除面的那个部分 那他也是一样 世界西坦固无嘛 或者是 包括 为人 深善 包括各自西坦 都无 好 好 这边就有提到吗 我们看二十一页 第一西坦怎么说 这三圣圣者所行的真实法 不可破不可散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在 还是看一下这个表格会比较清楚 上于三西坦中所不通者 此中皆通 就是说前面三种西坦它 有各自它适合的一个情况嘛 适合的根器嘛 是不是 那有时候会 会有一种矛盾 对立的情况啊 但是第一西坦就不一样 都 都可以通道 也就是说 你前面三种西坦它 它其实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引导到第一西坦嘛 那因为可能根器或者是种种因缘 那就暂时用对治 或者暂时用为人深善 或者暂时用世界西坦这样子 慢慢最后引导还是要导规到最终极的这个目标 第一西坦 问曰云和通 所谓通者离一切过失不可编异 离一切过失就是离诸过失嘛 离一切就是诸嘛 离诸过失不可编异 不可胜 不可超胜嘛 他都已经是最最究竟最真实了 那怎么超胜呢 何以故 除地义西坦 诸于论义 诸于西坦皆可破故 那底下就引经来 引这部《众议经》来说 来做说明 有没有 有《众议经》里面三个寄诵 第一个寄诵 各个字一见细论起真见 若然知彼非是为知正见 你可以在各个字一见 各个的 这四句句的最前面写一个一 然后在这个一的前面再写四个字 叫各一字见 那个第一句不是 后面四个字不是各字一见吗 你把那个字一掉一下 那也可以 这是各一字见 他们都依据自己的这个 知见 自己的看法 都自以为是 然后造成种种的细论 种种的真直 那假设他能够知道 这是不对的 就是固执己见 自以为是是错误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才是 才是能够建立正见 好我们看二十二页 二十二页 第一行你写一个二 然后第二行你写一个三 那么在二的前面你写一个不受他法 有没有 二的第一句不是不肯受他法吗 那你把它写成四个字 那个肯不用写 那就直接写一个不受他法 那三呢 三要怎么写 细论非字 你在三若一字事件的前面写一个 细论非字 有没有 不是第二句有一个细论吗 第四句有一个 非禁字者吗 有没有 你就把这四个字写在三的前面 细论非字 细论不是智慧 对啊 这样子 所以龙树菩萨就用这三个祭诵来 来表达佛 佛陀所说的第一悉坛 是什么情况 这个部分就可能就等到 下下周 我们下一周 就休息嘛 下下周十八号再继续 今天不问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家怎么知道 大家知道怎么把这一段的内容 把它 把它贴上去吗 不知道怎么贴 所以说你要先找到他的 他的pdf档 有没有 这边是不是有pdf档 那pdf档找到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mark起来 你把你所要整理的那个部分 那个段落的文字把它mark起来 有没有像这个样子 你不能用这个哦 你要用这个哦 才能够mark mark起来 然后按复制 复制之后再贴到word档 那就可以在这上面整理 这样了解吗 了解哦 所以说你要把原来的讲义 原来的讲义是pdf档 是不是 这是pdf档 是不是有acrobat的东西 这个 这个 这些 这些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然后去试一下 这个是acrobat 对啊 还可以 可能其他的 read不行 这个意思 就是说有些你觉得想要整理或者是重点的部分 你就慢慢来整理啦 因为如果真的要对这部论要很很深入很通达的时候 有时候还是要稍微做一点功课 但是不一定就是最理想的 但是大家可以试着来做 试着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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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像我把那个 那个 那个原集214就把它整个剪贴下来嘛 是不是 原集214把它整个剪贴下来做一个list 是不是很清楚 或者试西坛整个相关的 把它剪贴下来 再做一个整理就更清楚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大家慢慢来弄 因为整理资料确实也要有一些 需要 有一些 自己来的部分 经过自己整理应该会更清楚 虽然不是最清楚 但是已经算是相当有一个程度的一个清楚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一起回家 对 对 刚才讲到那个 18月 对 是 空无自信 是可以破的 是要破的 是要破的 其实我们现在就修中观修伯乐 也是要破我们的自信妄直 是不是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一起回向 好 请问上 愿意使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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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好 好